只因后宫的处女太多 皇帝便担心自己被人戴了帽子 于是故意找了个帅哥放在后宫 开启了钓鱼指法 不料还真有不怕死的 直接将春药包成了包子 并送到了帅哥的寝宫 但由于妃子并未自己出面 帅哥一时也找不出何人所送 于是为了调查此事 他找上了精通药里的猫猫 并将包子赏给了他 不料猫猫果然不复众望 仅是闻了一下 便断定包子里含有春药 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 只需看看今晚谁会接近自己就行了 看来猫猫的药道宫底确实深厚 于是他当即提出了真正的请求 猫猫真是高兴坏了 他从小就喜欢吃药 还时不时地拿自己的身体试药 本以为进入皇宫 就要放弃这个爱好了 不料大总管却有这种请求 猫猫当即硬了下来 并在御药房的支持下 开始了春药的制作 不多久 便完成了大总管的要求 于是他当即盯上了剩下的材料 让着自己常年是要练出来的抗性 准备直接将春药材料做成巧克力豆 当作晚上的零食 但就在他去送药的途中 却遇到了一片药草 立马被其吸引的驻族研究 所以耽误了送药的时间 结果等他再回去的时候 宫女竟然偷吃了他的巧克力豆 瞬间双眼迷离情不自禁 而大总管却很满意春药的效果 这下玉叶娘娘也坐不住了 当即请求猫猫也为自己制作一些 好让皇帝多来自己这里 不料猫猫却拒绝了他 就这样 大总管当即收下了成品 并结束了尴尬的对话 而玉叶娘娘虽然放弃了自己的想法 但却更加看重了猫猫的能力 准备以后要好好重用他